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车研论 我是志豪 今天继续是成都车展前的新车解密 说个题外话 这些车虽然我们是提前拍摄 但是看到视频的时候 其实车展的报道已经是陆续有推出的 但好处是我们提前接触 所以可以近距离的更细致的去观察它 今天拍的这个车是别克最新的一个车型 叫做别克昂扬 这个车型跟以往的SUV比如说昂克系列的不同的是 它首先命名体系不同了 第二个它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最重要的是它用上了别克最新的三色盾的logo 所以陆续后面都会换 但这个新车型肯定是先用上这个元素的 但这一台车型是首台搭载了 叫Pure Design的最新的设计语言 所以整台车看起来是比较简洁的 那么他们说了现在很流行 这种分体式大灯 别克是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 他们说主要就是Pure Design的一个理念之一 它要使这个车的设计变得更加的轻薄 更加的前卫 所以像上面这一块看起来以为是传统大灯的地方 其实是个日间行车灯 而真正的功能性的灯 比如说远近光这些地方还是集中在下面的 所以是比较藏在这个车的保险杠 或者是在设计里头的 然后保险杠还有个细节 就是它这个中网是熏黑色 然后看命名也知道 这是一个GS的车型 所以这是别克的一个算是高性能的一个子品牌吧 当然昂扬也是有非GS的版本的 但那个版本的话中网包括轮圈 就镀铬的元素会更加多 GS的话更加性能也是熏黑化更多一点的 好来到侧面的话 很显然看得出整体的造型是比较修长的 官方暂时没有明确的定位说它是什么A级或者是B级的SUV 但是可以给大家传达一个数据 就是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米7 基本上是一个主流的A级轿车的这么一个尺寸的 车长也是有4米6的 但是它的高度其实并没有很高 是1米56左右 所以整体的造型并没有像传统的SUV 可能更像的是那种跨界的一种姿态 但是有几个细节可以说 首先是轮圈 高配的是18英寸 然后入门的是17 但是因为这个是GS的版本 所以轮圈是进行一个熏黑的处理 然后轮胎的尺寸是225 55 R18 用的是马牌的UC6 一个公路的舒适性的一个轮胎 然后最后来讲 就是它的6米的造型 到底对尾部的空间有多大的影响呢 首先尾门是有电动的 然后打开之后可以发现 其实它的整个纵向的高度并没有太多 所以也更接近于跨界车 或者是传统的A级两箱车的这么一个尺寸 那官方也是没有公布 目前这种常规状态下的尾箱容器有多少 但是他们说了 如果是把后排的座椅进行泛导 然后拓展的话 整体的容积是可以达到1270多升 所以总体来说它的定位是更加接近于小两口的那种精品的代步车 而不是说一个四口之家常规出行 那么一个家用的尺寸的车型 然后底下的像这种常规的非全尺寸的备胎 千斤顶这种工具都是还会给你的 所以总体来说它拓展性是给到你的 但是绝对的空间上 目前这个状态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好 来到这个后排 首先要点赞的是它这个绝对的腿部 膝部空间还是很够的 毕竟轴距有2700毫米 但是碍于它这个溜背的造型 所以你看我头部的空间 坐直的话是没有太多的富裕了 我身高是1米82 所以总体来说 如果你要照顾坐着舒适性的话 可能要往下这样出溜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又发现 这个坐垫以我的腿长来说 它的支撑性我可能觉得还是不太够 可能因为我的腿太长的原因 但好的是它这个全新的平台 即便是个油车 它这个地台也是做到全平的 而且是非常平整 没有丝毫的隆起 而隆起的部分 只是在前排的中央扶手这边 包括这两个座椅底下 这里也是做一个镂空 所以放腿 这个腿的姿势是非常舒服的 这些小细节还是做的蛮好的 然后功能性方面 除了两个空调的出风口之外 充电口也是一个USB A跟C 各给你一个 所以总体来说 它这台车虽然说后排的 绝对的功能性没有太多 但这些小细节 包括这种空间的布置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来到前排的有几个信息点 可以给大家带出来 首先是组合的这个仪表 双联屏的设计 双10.25英寸的显示屏 但是点亮之后发现的这个黑边框 还是蛮明显的 作为一台通用车型的 它智能化的装备 或者是功能也是蛮多的 首先我们苹果用户最喜欢的 无线卡配的互联有的 其次它里面也有一张4G的卡 所以它像应用网络 智能家居这种互联的信息 它也是给你保留了 最重要的是 它现在用上了最新的 别克这种卡片式的设计 所以你看 主屏幕的这种卡片功能 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自定义的 整体的软件的匹配 还是挺好的 就是它可能因为没有用上 非常高算力的一个芯片 所以总体来说 在它能力范围内 虽然给你匹配好了 但像连续的语音对话 这种指令 它的识别率即便是很准确 但是响应的速度上 跟主流的新势力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除了这些常规的功能之外 其实实体按钮的还是挺多的 像这种空调的常规的出风口 包括下面车控的一些 驾驶模式等等 都是给你保留了 实体按钮部分 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这里也是蛮多的 左边是车控的定速巡航 右边是这种语音 包括多媒体 甚至你在后面换挡拨片的位置 它也是给你用上了这种车控的 比如说这边是音量的 那边是调频的 所以这台车作为一台油车 它已经没有换挡拨片了 除此之外 这台车由于是一台 可能是跨界车SUV的定位原因 所以它整个窗线看起来是蛮低的 但是整体的窗线高度并没有太多 所以看起来虽然很低 但其实我做到最低的状态下 头部空间已经没有负于多少 以我的身高来说 我觉得这个纵向的空间对我来说是有点局促的 最后就说一下一些常规的实用性的布局了 整体来说是中规中矩的 常用的杯架放手机这些储物槽都给你挖出来了 所以这台车总体来说最大的亮点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台GS的车型 所以材质用料上面跟普通版有所不同了 这个位置座椅接触的最多的就是翻毛皮的 还有一些红色的缝线 包括一些GS的这个徽章了 最后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后视镜了 常规状态下不点火的是一个常规的后视镜 对吧 一点火之后 就是我们曾经在凯迪拉克上面才看到 或者是别克顶配才看到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现在在这台车上它也有了 目前已知这台昂扬搭载的是一台1.5T的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的马力是179匹 所以具体它开起来的动态表现怎么样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试驾表现 总体来说静态给我的感觉就还是通用的水准了 它呢即便不用去到很贵的型号 或者是新势力新能源的车 但是呢在智能化的装备 在能力索机范围内呢 还是尽量给你去普及给你去用到的 所以这一点来说呢追求还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具体价格是多少呢 这个可能要结合后续我们公布的一些车台的信息 做一个判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